这要闭着眼睛 你以为你在上海 二百元饭店凯茫河 店家上上我吃啥 对吗 是 天津啊 武达道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的一个老菜馆 天津特色 取向优身呢 哇 怎么已经看见了 已经有人了 是这家吗 是巷子神圣吗 对 我带一下 把门关上去 把门关上 开业了吗 开场了 十一两块 您想坐这儿看一下开点啊 好的好的 还没开场 哎呦 老板梁啊 你们家是不是大肘子做的特殊 对 肘子叫我两百三 我这个 这样我这个第一次来你家 你能不能帮我安排 费心帮我安排一下 没问题 你就按照两百元给我安排啊 行 您费心啊 那我给你安排了啊 你给我安排 目的就是想让您给我安排 哈哈哈 听见了吗 圆白菜和肘子是大家招牌 我在想圆白菜 是怎么做成招牌的呢 对对对 待会一定要见识见识 好好评一评 这个圆白菜是怎么 然后把地位提到这么高的 来 酱爆圆白菜 酱爆圆白菜 这是它主推的 正点招牌 知道它什么味吗 嗯 巨甜 锅器倒是有 也有醋酸味 能演吗 是不是听起来就演不了了 对吧 我很好奇 吃几口顺嘴了以后跟甜品一样 这样吗 还有一些肉末 很特别的口感 就是颠覆你味道的一次体验 可以试试看 牛三酱 好 谢谢 牛三酱 那三酱 我来找到 牛肉板尖提鸡 三酱 真的可烂了 特有胶质感 这是提鸡吧 这有胶质 这个牛肉炖得真香 好 行 它这个鸡鸡是露露的有弹口 这是第一正念招牌呗 对 哈哈 这叫什么肘子 叫啪肘子吗 嗯 然后就一溪流 吃肘子先吃啪 你就是个江湖骗子 哪儿的话都会说 它这个肘子除了一个正常内容 那种纯香 就是肘子肉那种纯香 我觉得它跟别人家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甜口 当然大家都会稍微放上糖提鲜 但开放的糖比较多 就能尝出甜味 你知道吗 这个都能够多吃了 烤饿 都是甜味很重的菜 这要闭着眼睛吃 你以为你在上海 哈哈 哈哈哈 您的几个人 十个人吗 十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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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也太过瘾了 最甜 第二甜 第三甜 都甜 是不是没了 不知道呀 半天没给菜了 嗯 我又打扮了花儿米 回酒店喝酒用 刚好凑两半个钱 一举双得 对 刚好又凑出四个菜 让你们闭嘴 哈哈哈 老板娘本来就不给上了 但是呢还有钱 刚好价格合适 就拿下 也不是没那个实力 全款 哈哈哈 你这一大份盖饭多少钱 不告诉我 不知道呀 哈哈哈 哦 那好实惠呀 嗯 嗯 那我这吃的 我就给他们摇贵了 就专门给他们做的 对 我专门给他们做的 这是摩贵的 都不容易 都是打口门对吧 太牛了 所以我就给他们剪钱了 给你点赞啊 就这几道菜来说 是很特别的北方味的 我觉得 关键是在糖的运动上面 跟北方运动真不一样 来 看下来吧 关键工